好 又是這個新來百年華滄桑的時間 好 大家好 我是米葉成 我是錢建明 夜二方 今天是好日子 今天是好日子 值得紀念夜子 今天不是好日子 一會兒再說 我們先講講 上星期先 小強訪港 搞到天路人怨 我們先講講我們人民來樂壇 好 我們先講講自己的行 那天我就負責帶隊 跟警方 其實有申請的 整天有行 要求我們申請 我就申請 申請好 我們準備一些氣球空飄過去 飄一些標語 你強制看見 警方居然不讓我們帶氣球過去 離譜 就要求我們在下角公園放出去 然後就上橋 沿途都停停了 好像跳飛機一樣 走幾間要停一停 這個我覺得 警方整個行動上 很粗暴 粗暴對待民意 這個是真的令到香港市民心痛 所以我們人民來樂壇都在考慮 基本上都會做的了 打算星期天我們向 那個總頭子 一哥 就是這個 鄭徒英 鄭徒英 我們要向他示威的 可能禮拜天我們就會立局 遊行過去 警察中部 整壇 我們要吵下去 我們要吵下去 說到這裏 我想要 那次就說了 其實那一天 前卿我們也要說 是 在港大發生的事 我想真的要小炳 這個小強 隨校長這次真是可憐 隨校長這次真是可憐 被人害 我不知道隨校長真的知不知 那天他們搞八周年大典 中間有一張椅子 很多人比較小提 校監椅 校監椅 沒錯 前天這個 校監椅是港大來的 校監才准錯的 不是校監不准錯的 雖然李一強觀最大 不是當日 總理 誰是校監 校監呢 校監呢就是 解德德那個姓曾那個 那個 曾蔭權 我不知道這件事 究竟 學校長知不知的 因為 阿珍先生拍米片拍到外面 一起上台 那個時候 拘捕 將張椅凳讓給 強仔坐 這個真的不知道 他現在未交代 根據 港大 可能很多港大校友 這個全部大學都一樣的 是的 就是 有一個 就是 其實校長呢 就不是一個校監來的 是啊 就是校監通常是一些 譬如以前呢 就是港督 港督也是校監 港督 現在都是特首 所以這次是有請到 韋奕迅 韋奕迅 韋奕迅就是當前校監 X校監 但是那個人身 就是學者身份來講 他以榮譽博士身份去 他都是 但是呢 他擺在最邊 這個 這個 人酒茶糧 中國人 都不行的 大哥 他都是X校監 其實有個問題要講出來 李克強官最大 去坐中間 其實是可以的 不過 收起那張椅 換那張椅 換那張 普通的嘉品椅 就不能坐校監椅 那張是校監椅 那張是校監椅 就是校監身份去坐的 所以這次 我不知道 阿珍三是否擦到外面 一起上去 那次 阿強的兒子坐在那裡 這個 我猜應該就不是 這個 我猜應該這樣看 如果不是 徐校長要解釋我 他當阿小強呢 是以前 就是皇帝 陰典的那些 八虎蟲 陰差大臣 陰差大臣 所以陰差大臣來到 那些 即是當地的縣衙 那些 那些 就是當地的縣衙 那些 就是陰差大臣坐的 那他就當了 古時那些 那些 以為他小強 就是來自 天朝的 那是陰差大臣 所以那張椅 都應該被他坐 但是曾蔭權他自己說是 就是 曾 曾特 說自己讀翻書的 對 好 從這些思想 中國固有些遺讀 還未產 那些 我覺得校長 應該出來拍檯的 我告訴你 要拍檯嗎 如果這個校長 夠吉士的話 很多事情就拍檯了 大哥 從來沒有試過 大學的校園 是去到這麼離譜的 我們就算說 台灣 所謂白色恐怖的年代 台灣的軍 憲 警 都不想入大學 就算 我發覺 這個 台大 台灣大學 有所謂匪碟 他都要經過 跟校長商量 我們進不進 都是校園捉人 校長說不行 你就不能進 校長說行 你才行 你現在 那算怎樣 所以 徐立志 我看他 如果他 第一 有吉士 他應該 第一 道歉 第二 重掌 校園 保安 第三 他應該很應該 一躬下台 以借 百年的校友 百年老店 八年老店 通常都大埔 是嗎 國民黨 也是 那 翻身我 換了新招牌 翻身 你真可憐 真可憐 不過他最慘的一件事 就是 徐校長本身是一個世界知名的學者 對 但是這次就被特區 就是被 政府 擁殘了 真特首 搞一搞 令到他 有段時間都沒空 慘了 我們也說回 那個 讓 讓 這個人民量 起飛 我們也說得不太多 大哥你帶隊 我們一早就穩定 穩定有些專門的 吹氣球 那些氣球 其實不是氫氣來的 氫氣就是會爆炸的 那些是害氣 是比一般的空氣輕 所以它能夠起飛 灌那些害氣進去那些波裡面去升 那也都 一間有排的公司 做供應 那位就是幫手 吹氣那位 吹氣那位 都是專業人士 都是專業人士 那他 在他一吹氣的時候 就已經被十九幾個警察圍著他 嚇到那個女人 就完全是 他都不知道什麼事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他有這樣的場面 這麼緊張 這麼大震場 不理他就照吹氣 吹氣了 吹氣了幾百個波 然後警察說不准拿那些波 警察又說不准 不准 不准帶他 我們綁起銀光 不准帶 又放 他又說不准放 那裡又有什麼 飛機航道 有差 那裡 那裡斜立過來九百幾像院 那裡不是 飛機航道 在船灣那邊 強仔上空有個保安飛機 結果有很多人就失手了 飛了上天 結果這些警察就搶 搶波 哈哈 哈哈 就是飛機航道 唉 就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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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托英 真的很嚴重 搞到 是不是真的需要做一場暴動呢 才能夠 香港撥亂反正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他這樣 所以我們兩天一定要去吵他 是不是 一定要去中部吵他 叫他下台 是爭脫的還是下台 唉 那 好了 我們這壇都算了 交代一下 因為我們 麥兄帶隊 是不是 帶到火都來 帶到火都來 又曬又熱 是不是 波都不給帶 有沒有搞錯 氣球而已 搶你波 哈哈 大膽 好了 那我有兩壇事想說 那就是宣布一下 那又是中國文化協會 中山學會 舉辦一個辛亥百年系列講座 那在這個9月的10號 星期六下午3點到5點 那有一個叫 胡春衛教授 香港珠海書院文學院長 企亞洲研究中心的主任 是吧 但是他 很出名這個 這個教授很出名 他講呢 就要用國語講 那就是 香港都很多人懂國語的 大家懂聽就可以去了 那 會講個什麼題目呢 就是這個 嗯 他又沒有講題 有 辛亥百年的反思 中山先生的思想人格和工業 兼論清末民初政治經濟的形勢 不是 這個 這個 高嘉宇教授 搞錯了 高嘉宇教授 剛才我再講一次 9月10號 星期六下午3點到5點 就是辛亥革命的背景 胡春衛教授 那 10月29號 這個 都很久了 下午3點到5點 就剛才我說了 是高嘉宇教授 高嘉宇跟他們做過 上來 上來 高嘉宇 上來也好 是 高嘉宇 高嘉宇 非常見銜 我們跟他做過一輯節目 都OK 第二 公公無由 都是中國文化主辦的 叫做三文主義讀書班 是 讀三文主義 名字都很老土 但是 都很新穎 由誰呢 由陳志弘博士 這位博士就是我們老友 其實我也很想找他上來 跟我們做一兩輯嘉賓 都很好 地點呢 就是 香港九龍 倭打老道 79號 H 宜安國 A座三樓 三文主義讀書班 那就是 日期呢 每個星期六 的聚會 就由 2011年9月24日開始 一年 六堂 星期六來的 十點半到十 十三點 就是一點 那 每位呢 就是公本費一百元 那 歡迎十八歲以上的香港居民參加 那如果是 超過八十七出席率 80%以上呢 那獲得這個 證書 就是你曾經上過這個班 那再 退回一百元 幾百元費給你 就是壓金 壓金 那就是希望你 你不要付錢 就不來 或者不付錢 就給你參加 你就不覺得珍貴 三文主義值得 聽聽 是啊 是啊 陳志雲 這位博士 現在是中大教通式的 嗯 那就是 我們神州社的老友來的 嗯 那我也想想 遲些找他上來做節目 好 好 OK 那我們 今天臨開場之前 有一個人 給我一個短訊 提醒我 今天是一個大日子 八二三炮戰 紀念 這個很重要 1958年的8月23日 中國大陸 就飛了 當時 他又不會搶灘 又不會找人去打 純粹找些 炮彈 穿越這個 就是 去到金門 這個上空 跌下去這個 金門這個島上面 那個數字幾多呢 十幾萬 四十七萬五千塊炮彈 就是 其實 如果把它鋪平 是整個金門島鋪滿了 鋪滿了 整個金門島 其實金門島很小的 就是 這張四十七萬五千個炮彈 放在金門島上面 其實基本上就沒有什麼 空隙可言 那你想想 他當時 就是想奪取金門那個心 是多麼 就是 紅心萬象 那 就是 當然 都死守了 因為 雕了金門 跟著就 澎湖 跟著就是 台灣的管島 所以 金門是 不能守也要守 是死守 到後來 就是 美國也找 艦朱來巡洋 是吧 後來又給了一個 八寸 好像你們看 八寸 八寸的大炮 就是 就是 被金門的守軍 就轟回去 打回去 大陸 那 結果 就轟了兩轟之後 大陸都說 沒有了 再這樣打下去 我也不行 他說 我們放過你 我們 就現在 隔天開炮 隔天開炮 打算你的 雙數我的 一、三、五就是我打 二、四、六就是你打 禮拜休息 是這樣的 因為我打了幾十年 後來打一下 就變成打的 就已經不是炮彈 是宣傳彈 宣傳彈 就是一個彈 飛過去之後 砰一聲 原來是樹葉彈 那些行物 那時候又流行空飄 海飄 空飄 空飄一些 傳彈 空飄一些 因為 空飄 其實 很厲害 空飄一些什麼呢 收音機 就是被你專門接收 台灣中央廣播電台的節目 空飄一些 餅 那些叫什麼餅 那些叫做 壓縮餅 壓縮餅 那些壓縮餅是要什麼的呢 因為 六二年的時候 饑荒 就是救濟 救濟 衣服 壓縮餅 因為壓縮餅 其實吃兩三塊 再喝水 就賺著肚子飽了 是啊 那些 那些 那些壓縮餅 很多人爆死了 是啊 因為那些壓縮餅 都有一些說明書 就是說你吃多少塊 喝一杯水 就可以飽 你知道 當時我們大陸人民 都很窮 第一 第一 第二 第二 那些壓縮餅 有餅 飛下來 我一放下去 就撿成桶 那些口乾 喝水 喝水 真的賺死了 那就好了 共產黨有話說到 來 掌幫了 為什麼要飛一些東西過來 有毒的 毒死了 其實 那些人太窮了 看到那些餅 可以吃 我就馬上吃了 不知道應該怎麼吃 有毒法 那又有海飄 我撿過 是啊 在龍虎坦撿過 我們在很久 應該是三十幾年前 撿了一個樽 樽裡面有一些傳單 就是反攻大陸 調民罰罪 諸如此類 那我們的海飄和空飄 蘇俄都能去得到 很遠 而且這些空飄 它是有一個定時爆炸的 就是 計算速度 去到什麼風速 去到什麼省份 就會爆炸 那件東西就會 掉下去 或者很先進的 那時候 其他時候 都空飄過不少 特種部隊過去 是啊 那時候就靠蝙蝠 蝙蝠中隊 是啊 是啊 好啦 其實我們遲些會說 因為U2 我們說的U2 就是美國人 靠中華民國 去派一些U2去偵察 偵察機 高空偵察機 這個都幾慘淡的 是啊 就是都是十四架 剩下不知十二架 三十幾人 只剩下幾個人 死者 說到這裏 台灣其實那些軍隊 是海六空三軍 是 跟著海軍陸戰隊 大家都聽海軍陸戰隊 就是最 精銳的 最精銳的 但是比海軍陸戰隊 還有更精銳的部隊 那些叫水鬼隊 不是不是不是 都不是水鬼隊 那些叫做 就是反共救國軍 很過癮的 它的標誌就是 三軍兵種加起來 再加上散兵 那些就真的是空頭蓋 你抽中 你中將你好彩 其實呢 講到這裏 都講了一點 講了一點 開火了 因為 其實兩岸表面上 就是 互相操炮 那其實呢 那時候 比如有些水鬼隊 剛才我講的水鬼隊 就是一些蛙人 那就 在金門 還沒過去福建 其實呢 很近的 入水 什麼大佬 像什麼 上去福建那些戲院 看兩套戲 那拿兩件 拿兩件東西 或者執了兩張報紙回來 那我就照 交了貨了 交了貨了 深入敵後 哈哈 深入敵後 那就是 那其實這個 其實只是說 我們 講的輕心其實也是危險的 就是我們的國軍 仍然是 心是大陸 仍然在大陸裡面 做一些 敵後的工作 那這些報紙呢 就是我們的證據來的 那人家就游過來 其實是一樣的 大哥 他們都游過來金門 撿兩把賽刀 好了 喂 剛才我們說八二三炮戰 都要講講 四十幾萬的炮彈 那最後拿來做什麼呢 挺好的 做賽刀 那些炮彈拿完之後 拿一些鋼片 做賽刀 那現在呢 很多大陸人民去金門 去淋入 終於買回自己的炮彈了 買回這些賽刀 哈哈 你說歷史是否拿來開玩笑 真的 好 還有東西補充嗎 麥兄 差不多了 我們先進正題 好 我們先講西安事變 西安 對 西安事變 我想就 好 那不如講西安 好嗎 西安事變 其實我們先跳了幾年 我們講完西安事變 然後講日本對華的整軍經母 你又講日本人 你一個人 當然了 講日本的精神 真的 好 我們先講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是怎麼來的呢 錢兄 西安事變是1936年 當時張學良 即是西北的副總司令 那就是張學良 和當時的西北軍 這個是楊虎城 一起在12月12日 就在西安華清池的五間廳 那裏 就兵鑑蔣介石 那當時來講 就所謂兵鑑的意思 就是說 是想捉蔣介石 然後就希望他能夠 是停止內戰 一致抗日 那麼 當日那夜晚 呢 蔣介石呢 就來到 就是聽到有槍聲之後 就趕快就想逃老 就走 就走到半山上面 那個山呢 叫做離山這個地方 就在半山的山衣會那裏 就被這個張學良的軍隊找到 這樣就把他 所謂 挾持 然後呢 就勸他 要他停止內戰 一致抗日 那麼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那當時蔣介石為何會去到西安呢 那 原來就是因為當時呢 東北軍是負責 這個呢 這個是剿共 那當時呢 共軍呢 就是紅軍呢 就在這個延安 那延安在哪裏呢 延安就在陝西的北面 陝北地方 那 那由西安去到呢 是閃北地方呢 如果用今天的車程來說呢 大概是兩個小時就到的了 那所以呢 就是近在止尺 那當時呢 蔣介石呢 就覺得 咦 張學良呢 之前的 剿共的成效呢 不是很強 要是呢 他就親自督師 就希望呢 是逼張學良呢 是呢 是 完成這個剿共的大業的 那 我想 在講到這裏呢 基本上大家都有印象 19 3年 11月呢 毛澤東就 入了延安 1936年10月 就所謂 就匯師了 基本上去到延安 建立了一個 中華蘇區 包括 陝西啦 甘肅省啦 鄰邊 那個叫做 解放區 那其實距離呢 就 西安就很近 而西安當時又駐軍的嘛 所謂東北軍住在那裏 都十幾萬 那麼加上楊虎城又 十七路軍 十七路軍 十七路軍嘛 那這些部隊其實 當時 呃 張宗正呢 就 期望是 矯平他的 因為 其實基本上日本人已經壓 壓迫中國的了 包括發生很多事變啦 那麼 又 推動所謂華北自治 自治區啊 等等 那麼 五散自治 迫中國 那整個中國的氣氛 大家都很覺得 喂 為何不跟日本砌一下 又被黑話 發生很多事啦 九一八事變 從一回戰等等 那麼 那麼多情況下 基本上 那些人呢 就很厭戰 就想 就 是不是 呃 其實 紅軍的實力 當時很低落的 就是逃亡他 加上 兩萬嶺 兩萬嶺 那麼 霸佔著那個 那個 那個區 那個區 很大喔 嚴格光 說幾個省喔 但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陝西啦 陝西啦 甘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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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樣樣都有一些 其實說好像很大 其實就是樣樣的 各個省都很高一點的 就是窮的地方來的 窮的地方 甘肅有三學地方 一由唇山鑽領 那麼 根本裡面那些人 吃都沒得吃的 其實是吃都沒得吃 那些共軍啊 那麼 那 張學良呢 基本上呢 他們一直呢 本身就因為 老爸 又被日本一海死了 那麼 又走到 結果走到來 陝西 那麼 某程度上呢 都受到 很多 士兵的厭戰 不想 打內 整個社會大氣氛 就 就是 停打內戰 那 但是當時就 就覺得 喂 仰來 安來 對日本仔 哎 皮鮮之下 最緊要 就是 打贏了這個 共產黨 所以親自呢 就 飛去西安 就篤兵 那你 張學良 如果你一 就拯共 繼續砌下去 二 不如這樣 你就調走了 張學良的東北軍要調走 楊虎城西北軍也要調走 騰空的地方 騰空陝西 就中央軍進駐 其實中央軍已經佈住了 即是在那個 洛陽那邊 河南那邊 要麼你退出 這樣就進去 那麼 親自 即是去到西安 讀師 讀師 不過他又 沒錯 因為那些大的人少 出事 就是 張學良本身呢 就很同仁共產黨的 是 他也都申請進入共產黨 是 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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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 這個有個 討論的空間 有 中共呢 是通過的 中國共產黨 就通過給他加入共產黨 是 但是去到 這個共產國際 就否決了 所以就是 他這個人 是想加入共產黨 就是由同情 到到 是想加入共產黨 就是變成 你怎麼叫他成功 不過我想 他 加不加入 我想是 真的有土地空間 但是他同情 這個事實 就是193年 毛澤東一直 193年底 走到延安之後 其實基本上 他們 跟他有來往 有來往的 有 為什麼有來往呢 其實內容兩樣 第一 就是 毛澤東 那些 紅軍去到 死到七年八落 這個底點 第二 最大一個問題 就是蘇聯的態度 蘇聯 在被德國 那時候 已經在迫 蘇德 其實已經開始在打 一直在歐洲 戰場 已經被德國 他在迫 以及日本 也在迫 所以 某個程度 蘇聯 某個程度 蘇聯 國際 期望 中國 有一個 統一 第二 可以幫他 跟日本人對抗 所以現在 寄望 張學良 好了 我們都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再聊 下一節 好 再見